大家好,说一下石头记,石洞,国际知名造谣大媒体 浑身都是石,稍微离他近一点的人都会被沾一身的石尿屁 我们也知道,红楼梦之前有个名字叫做石头记 不知道他起这个名字是否和红楼梦有关 不过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形象,红楼梦里有四大家族 假使王靴,顺序稍微调换一下 就是史靴甲王,史穴啊,对吧 一个穴,一个洞里,全是石,不停的往外喷,可哪都是石 然后甲王,他就是知名的造假之王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还是非常的形象的 不知道是冥冥之中自有巧合吧 还是这个石头记呢,对史靴甲王研究的比较透彻 其实我是不怎么看他的视频的 但是偶尔看到他标题特别耸动的部分 会进去看一下的 找一下智商的优越感吧 觉得怎么会有这么蠢的人啊 怎么会有造假这么明显 还有那么多人跟在屁股后面捧臭脚呢 对吧 也会觉得呀,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蠢蛋 以前也说过啊 其实我是在Core上看的 就说美国这个选举啊 在以前的情况下啊 一个村子或者一个镇 肯定有那么几个白痴 但是它是分散起来的 形成不了太大的影响 但是在互联网时代 在自媒体时代 成千上万个村子里的这些白痴啊 就容易汇聚到一起 汇聚到一个白痴头那里 就把白痴啊 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我觉得史洞大体就是这么个样子吧 对吧 他这个人非常的蠢啊 跟他屁股后边捧臭脚的这些人呢 肯定是更蠢 然后形成了一种反复的互训 因为蠢人聚集到了石头记里 石头记呢 再用他的蠢 给他这些粉丝反复洗脑 然后他的粉丝啊 愿意听这些蠢的东西 他也表现出的更加的蠢 反复的洗脑越来越蠢呢 在这个信息开放的互联网的时代 反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信息闭环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信息孤岛吧 不过史洞啊 更让人生气的是 他居然不开评论 有多少人憋着就想骂他 有多少人憋着呀 就想戳穿他的谣言 有多少人看他那个样子 就不爽 对吧 有多少人看他的视频 就是找智商优越感去的 就是 对吧 明白 这个世界上这么蠢的人呢 可是啊 他又不开评论啊 不让这些找智商优越感的人 来表现出来大家心中的这个优越 所以石头记挺有意思啊 从这个角度来看吧 我觉得石头记的很多粉丝呢 也是黑粉啊 其实我们看国内 无论是百度啊 知乎啊 还有微博啊 都能搜到他 知乎上的讨论呢 对吧 对石头啊 看得非常的清澈啊 当然有个别的三五小号 在那里捧皱脚 说他客观中立 百度也有个石头记的贴吧 我进去看了一下 帖子不多 大部分呢 都觉得这个人比较鬼扯 非常的荒唐 造假无极限 但是也有一些贴吧的小号 捧皱脚的 微博也一样嘛 也有一些捧皱脚的 说他客观中立 不知道他哪里客观 哪里中立了 其实今天开始关注石头记呢 也和微博上看到的一个消息有关 就是说我们东风 这个军用生产公司的一个装甲车 还是这个军用汽车的啊 说因为腐败质量非常不好 所以在和印度对峙的时候 被印度的士兵啊 用刀啊 用长矛就给捅穿了 捅穿了钢板了 国内有公众号呢 就转发了他这个谣言 这个公众号啊 叫天佑众生 我一看个这个公众号这个名字呀 我大概就知道怎么回事啊 一看到这种公众号吧 头疼 天佑众生啊 老是一种站在高高在上的角度啊 为众生发言 为众生代言呢 对吧 这里腐败了 哎呀 那里人民苦啊 那里如何呀 等等等等啊 各种挑起矛盾吧 各种觉得就我道德高尚 对吧 这也不行 那也不好啊 大家都很苦难呢 等等啊 但是又不做任何的实际的事情 除了散播这类的谣言啊 或者给自己赚取一些流量吧 那你对这些苦难的人 你就做了什么 什么也不做 对吧 以前老说啊 这个精准扶贫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很伟大的事业吧 虽然有一定的缺点啊 但总的来说很伟大的事业啊 包括对农村很多收入低的呀 或者经济条件差的呀 等等生活呢 都起到了很大的改善啊 所以还是以前说的 批评容易做事难啊 光说不练假把事 对吧 用嘴说我也会 天天天佑众生啊 看着这个比较苦啊 那个比较难啊 然后天天嘚不嘚 得不得呀 这个我也会 所以我一看到这个公众号的名字呀 就头疼 大概知道怎么回事吧 不过这个公众号吧 被警察喝茶了 还写了一封道歉信 所以从这个角度啊 就是石头记这个谣言呢 对吧 也给别人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啊 给别人都整去喝茶去了 所以这个石头记老蒋啊 他又真实又客观呢 又为了大陆人民着想啊等等 反正这着想到橘子里去了 当然对吧 像这些公众号啊 本身也有很大的问题啊 自己辨别不了谣言 或者是明知道谣言 就硬生上的辩驳 同样的 我们回到中印对峙这个事件上来 昨天晚上啊 跟别人聊了一下 说中国往印度啊 还有中印对峙那个地方 山也非常的高 对吧 路也非常的崎岖啊 如果这个车 能用匕首 或者能用长毛给戳穿了的话 那铁皮已经薄到什么程度 这个车呀 根本就开不到中印边境 半路就散架了 多么低的智商 能说出这种话来 能编出这种谣言了呀 而石头记呢 还信誓旦旦 信誓族族啊 他的很多的谣言 有从群里看来的 有从网上论坛搜来的 还有的呢 是某某人说的 这个某某人呢 也不是什么权威人物 甚至说都不知道他叫什么 我甚至怀疑啊 某些群里的聊天 或者某个某某人 就是他自己说的 自己到那发出来 然后截个图 拿着当个证据 就像之前武汉的 那个P4等等啊 后来自己说 被个中学生给骗了 我也怀疑啊 这个中学生 可能就是他自己 对吧 而且这个中学生 骗了他的那些谣言啊 后来川普也讲过 蓬佩奥也讲过 美国的主流媒体 某黑中国都讲过 这个肯定是 他背后有势力啊 背后有通告 精心的编造了这个谣言啊 其实我没记错的话 石头记在有一期视频里说过啊 他在一个类似美国之音的媒体工作 对吧 这个大概什么意思呀 我们也非常的清楚啊 而且我也顺道看了他最近的一个视频啊 篱笆嫩大爆炸的真将 我还挺好奇啊 我进去听听真相吧 看看有什么真相吧 就是读了一下这个爆炸的新闻 然后就扯当年的天津港大爆炸了 没有被处理啊 而且死了多少人都是假的呀 消防车一车一车的往里拉 但是这些消防员都哪去了啊 然后说这个都是农民工 哪思也不知道叫什么 也不知道在家住哪 死了也没人知道 这个非常的荒唐啊 当年天津港的这个事情吧 首先是个非常悲痛的事情啊 但是这个事情呢 也处理了很多人啊 也牺牲了一些消防员 也有一些消防员呢 不是正式的 不是正式的消防员等等啊 相关的新闻呢 也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明了啊 而且无论从规模上 对吧 包括这个影响上 也没有黎巴嫩这一次大啊 从他那里比黎巴嫩也大呀 对吧 黎巴嫩这个爆炸 在天津港呢 都不叫什么了啊 黎巴嫩公开透明等等吧 对吧 天津港这个死多少人也不知道 啊 还有这个消防员里都是民工啊 民工姓啥叫啥也不知道 死了也没人知道 这非常的荒唐啊 每一个民工背后有家庭有家属 对吧 我们看看这个微博啊 包括武汉疫情的时候 没有病床求助的呀 里面还有一些假的等等 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什么能盖得住啊 像不久前 对吧 我看朋友圈 一点小事这个朋友圈都有啊 周边的亲亲啊 家属很快就传的很广的 还觉得是以前信息闭塞的时代啊 很多农村啊闭塞的大山区和外面也不沟通 人找不着了就找不着了 怎么可能呢 这都什么时代了 对吧 天津港的那个时代啊 消息已经非常通畅了啊 那个时代 微信什么的也非常的方便便捷了啊 所以对吧扯了一大通啊 哪有什么真相啊 我又顺道扫了他其他的一些视频啊 都是各种脑补啊 各种编造啊 各种联想啊 总之啊 就是中国啊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这也腐败 那也乱套 还说了这个疫情啊 我还特意看了他前天的视频啊 还说疫情呢 对吧 中国这个疫情这么严重 到现在了 谁下台了呀 谁被处理了呀 这很荒唐啊 不管是武汉 对吧 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地方啊 被处理了不少 相反啊 石头记 伟大的祖国 这个美国 五百万了 死了十七万了 谁被处理了呀 谁下台了呀 相反这个主政者川普 还说我干的很好呢 这个之前啊 石头记还颜值凿凿的 美国的CDC啊 对吧 这个武汉的疫情要发生在美国 公开透明 CDC非常的专业啊 现在怎么不讲了呢 对吧 当时还说 美国民主啊 美国的人民 对吧 都是我们选上来的呀 CDC要该出现这些的事情 对吧 马上就下台了 还要进监狱的 因为人民有选票 这个CDC现在不还在那里摆烂着呢吗 CDC干了什么了 川普 我看昨天还接受采访 还吹他的抗议成绩呢 对吧 这个川普宣扬喝消毒水 喝洗衣液 也死了好几个了啊 不是好几个 甚至对吧 几十个了啊 我也没看有人批评川普啊 石头记也不批评了 对吧 这不仅仅是双标的问题啊 这是装傻 你觉得他真不明白吧 他就是装傻啊 这个装傻的背后是什么呀 对吧 我第一肯定是收了钱了啊 背后肯定是有势力的 为了背后的势力说话 第二个呢 就是石头记啊 恨国已经恨到极致了 对吧 看起来啊 说的是贪腐啊 这个那个的啊 其实就是对中国已经恨到极致了 嗯 这个皈依者狂热呀 已经达到了极端了啊 对吧 这个跪天主子已经跪到极端了 我从来没见到汉奸 能够汉奸到这种程度的 能够无耻到这种程度的 人怎么可以这么无耻的 人怎么可以这么不要脸呢 人怎么可以说谎话不脸红呢 人怎么可以吃了吐呢 之前说的一切 现在都不认了啊 又是CDC的公开透明 CDC的专业 对吧 又是川普啊 抗议多么牛逼 又是这个枪绿魁啊 我还记得当时说枪绿魁啊 哎呀 说话呀 那个样子呀 就像憋着要拉屎一样 那个表情啊 对吧 这个枪绿魁啊 我们有神药枪绿魁啊 枪绿魁川普推荐的呀 那本来就是管用啊 治愈率很高啊 现在不管是中国欧洲 包括美国自己 对吧 都已经证明了 枪绿魁没什么用 之前还吹那个瑞德西伟啊 对吧 美国的制药厂多么专业呀 美国的制药厂 一年有多少的资金呀 美国的制药厂开出的方案 能有问题吗 现在又不谈了 还说自己是真实性的啊 自己的新闻99%都是正确的 怎么有脸说这种话呢 100个新闻 有一个说对了 就在他的节目里 反复讲反复讲啊 然后说我说了多么正确 那些错误的呢 就选择性无视了 对吧 前面说这些都是错误的 对吧 美国CDC更快透明 假如疫情发生在美国 就会扼杀在萌芽状态 对吧 枪绿回 瑞德西伟 还有川普抗疫非常厉害 美国的社会修复能力 等等啊 对吧 还有美国是个大农村啊 人口比较少啊 除了几个城市 人口都比较少啊 根本就没有感染的客观条件啊 等等 都他讲了 哪有个真实的东西啊 对吧 包括 如果这个 黎巴嫩的爆炸 真相 我怎么听了半天啊 就读了一下新闻 然后后来就扯了一通天津港 我到现在我也没看着 黎巴嫩爆炸的真相 到底有什么真相啊 我就没看到石头记 对吧 说了什么真相 而且吧 这个挺长时间了啊 看他的视频 他的媳妇不出镜了 这是为什么呢 偶尔能听到 他媳妇在屏幕外头 说几句话吧 不出镜了 是不是他媳妇被老黑 还是被白人 怎么着了呀 被遣规则了 还是被干了呀 已经无言面对江东父老 无言面对广大群众了呢 而且石头记 是不是也抓住 他媳妇的把柄了呢 对吧 看石头记这个蠢样啊 智山和他媳妇呢 都差很多啊 差距很大的 而且老喜欢讲 自己客观中立啊 以前还批判陈破空呢 说陈破空满嘴造谣 胡说八道 我看石头记 现在这个造谣的程度啊 和陈破空比起来 又过之而无不及 这本纸上呢 就是一个对吧 赤裸裸的汉奸啊 我觉得都是汉奸头子了 造假的程度 活扯的程度 已经超越台湾媒体了 刘宝杰也难以忘记相悖了 这个公正的纽约国际大媒体啊 已经超越南波湾了 比南波湾都强多了 这个满嘴胡说八道啊 这个丧失了道德的底线啊 简直就臭不要脸啊 哎呀不仅仅是一个狗奴才 而且对吧 石头记这个屎洞能喷出这么多的屎来 归根结底也是吃的太多啊 天天跟着川普后边啊 对吧 舔皮眼的吃屎 哎呀 应该说是边吃边拉吧 川普就是石头记的移动餐车啊 天天跟着这个移动餐车后呢 是的还不亦乐乎的 从来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啊 其实一直想喷喷他 戳戳他等等 可是他不开评论呢 着实让人讨厌 着实让人生气啊 想批评他 你都无从下口 只能自己录个视频啊 对吧 怼一怼他 骂一骂他吧 像这种脑残的 这种傻逼啊 哎呀 也是活久见啊 说实话 自从翻了墙啊 对这个人类世界啊 真是开了眼了 开了眼了 美国的总统和国务卿 能傻吊到这个样子 能胡扯到这个样子 能不要脸到这个样子啊 就不说了 对吧 就这个华人圈里 我们的number one 对吧 这个天天睁着眼睛说瞎话 满嘴放屁 满嘴放炮 还有我们这个恨国党啊 石头记也好 包括其他的也好 能够无下限到这种程度 能够无底线到这种程度 做人呢 没有一点点的良知 简直了 对吧 这个和傻逼一样 脑残到这种程度 而且还言之凿凿啊 还敢自吹自擂 还敢说自己客观公正 还敢说自己天天为了中国人民啊 但经绝律啊 动不动呢 还要指指点点 又是这个领导看他视频啊 那个看他视频啊 要对这个政策指指点点啊 要说这个听了他的 那个听了他的 如何如何呀 就你这个点样吧 听了你 那天下早就亡国了 听了你啊 就像这个天又众生公众号一样 早他们就进了局子了 早就走到了犯法的最前线了啊 给石头记捧臭脚的这些人也一样吧 大体上就是一群智障 一群脑残 一群潜在的犯罪分子啊 之前在哪都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啊 不管是港台的 对吧 包括内地的 还是在美国的这些 这些石头记的拥顿们啊 到那都是整个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都是在破坏这个社会 不过也很好啊 这一类的人呢 包括石头记的粉丝啊 能正辟赶紧滚蛋吧 赶紧去美国吧 去消耗美国的社会资源啊 让川普多给你们拨点款 多浪费一下美国的财政 也不是什么坏事吧 更多的话呀 就不想说了啊 不想说了 像石头记种人也不用劝他迷途知返 他也迷途知返不了 对吧 哎呀 而且最近啊 还被川普的这个亲王行动 也在叫号吧 我不知道他在叫哪里的号 我还记得以前说过啊 因为支持川普吧 到洪州住了两天啊 到洪州去住的时候啊 这些红伯子 无缘无故的就骂他啊 在吃饭的时候也无缘无故的骂他 甚至还被打了 有生命的危险啊 赶紧又搬到纽约去了 又搬到兰州去了 还大言不惭的说呀 这个民主党虽然傻逼吧 但是作为华人 作为少数族裔啊 他有安全感啊 我要是民主党啊 就不屁股他这种狗东西了 这么喜欢川普 还不敢接滚红州去 而且我微信上 有不少在红州的华人朋友啊 人觉得红州也没什么 对吧 很多的红脖子 也不像你想的那么可怕 主要是能不能 对吧 融入这个社会的环境吧 所以像他这类的老蒋融入美国啊 融入美国的社会环境啊 自己首先第一个就没有融入 到哪啊 都是这个招人讨厌啊 招人烦啊 红脖子都看不上你了 你算什么好鸟啊 到纽约这个地方 天天逼逼来 逼逼来逼逼来 一天他妈录十多个视频 天天坐屋里不出屋 啊 就靠网上搜到的一些消息 就在那里发挥自己的想象 尽情的胡扯 还自我感觉良好啊 对吧 其实 包括很多的自媒体啊 老蒋有自己特殊的信息源 我觉得能有什么信息源呢 都是网上的论坛的 可以说群里看到 包括我也一样啊 也基本上都是网上看的 对吧 微博看的 知乎看的啊 国内的包括其他的一些新闻客户端呢 也看看库若啊 看看彭博社呀 看看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呢 看看香港南博博论坛呢 看看台湾的 Mobile01D卡的PTT啊 对吧 每天挨个浏览一遍 看看有什么新闻 看看评论呢 你说能有什么特殊的渠道啊 有特殊的渠道 谁还做自媒体啊 谁还在这待着 包括石头记一样 有什么特殊的渠道 还天天在屋待着干什么呀 而且知道那么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那显然是一个非常牛逼的人才啊 川普早就请你去了 知道那么多的密料 知道那么多的密心 就像以前说陈本空的一样啊 对吧 美国一年对华情报费用那么高 你能知道那么多的内幕啊 那美国一年几百亿的对华的这个情报费用 给你报销点得了吧 还用了着天天坐屋里等待着吗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最后吧总之一句话啊 石头记这种人呢 就是满嘴喷粪 胡说八道 没有一点的中立性和客观性 简直啊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小憋三啊 就是个 对吧 就是个驴草的 但是 我偶尔还是会看他的视频的 越标题耸动的 越去看看 为什么 寻找智商的优越感 我过来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